其留下短褲少年被追著打 他繞得機車企圖要迴避 但是後方的男子窮追不捨 甚至其他四人也一起衝了上來 歌聲熱鬧的瑞峰夜市旁 有打架糾紛 棍棒翹地的聲響 讓地家人員探頭關心 店家回想心有餘悸 當時被害人的同學 從飯店趕來了解 被害人手腳有明顯的擦傷 留著鼻血 警方掉了監視器 鎖定打人嫌犯兩輛車 原來二十四號晚上八點多 嫌犯分成兩輛車 第一臺按了喇叭 要警告前方的車輛 結果人行道上的被害人 嚇了一大跳 脫口嗆聲 嫌犯馬上停車 五人下車拿著棍棒 圍毆被害人 連店家 要來幫忙勸駕 都被嗆 警方調查這一起 在夜市旁的糾紛 被害人是屏東的學生 在老師同學的陪伴之下就一 而行凶的一方來自中部 打完人 車都開到了嘉義 接到警方電話 調頭回高雄 接受調查 有客開車按喇叭警告 罵路上的車輛 最後演變成棒打路旁的 嗆聲行人 行車糾紛 受傷的男同學 並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出油爆火器還掛採 還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 三立新聞 林冠志 朱宜榮 高雄報導